朋友们,套路啊,银行又出新的套路了 只要你马虎一点点,你就被套路了 就在今天上午啊,我去银行办理一张银行卡的时候 就差一点点被套路了 这个套路呢,实在是太高明了 过程啊,看似是顺水成章 但是啊,只要你马虎一点,你就上当了 大家来说一说,这老百姓就存这么一点点钱,容易吗? 所以啊,我今天一定要曝光他们 让大家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不要被骗 以免呢给自己造成了损失 大家一定要花两分钟时间耐心地把这段视频看完 这需要大家一个免费的赞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请在点赞处长按三秒给予视频强烈的推荐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避免上当受骗 感谢大家 我接着跟大家说啊,事情的经过 我老父亲的工资卡 他说啊,在自动取款机上已经取不出钱来了 那要到柜台上去补办一张卡 正好我今天那请假半天 就带着我老父亲拿去银行准备办了一张银行卡 到了银行啊,一个小姑娘接待了我们 这小姑娘问我们办什么业务啊 我说我老父亲这张工资卡应该是词条试效了 想换一张新卡 小姑娘说换卡是不需要排队的 只要到换卡机上办理就可以了 我一听太好了 这多省事 我们就跟着小姑娘去机器上操作 这办理的时候小姑娘还问我们是要新卡吗 还是要原来的老卡号呢 我老父亲一听啊 那一定要老卡号啊 因为这是一张工资卡 省得很多的麻烦 老父亲呢 还跟我说呀 这张工资卡上还有16万的理财产品没有到期呢 那我就把这个情况也跟小姑娘说了 问着小姑娘这样怎么办的比较合适 她说不用急啊 咱们先把卡办了再说 大家按照她的引导啊 在机器上面一通的操作 操作完之后 就在我老父亲要在机器上签名字的时候啊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 重点就在这儿 就在我老父亲签名字的时候 有一个男的工作人员拿了一张四纸过来 让我老父亲在上面签名字 因为我老父亲没有带老花镜 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的字 这字很小 如果你不用心地看 你真的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这位男工作人员就说 没什么太多的变化内容啊 只在下面 就让我老父亲在上面签名字 日期还有电话号码都留下来 我说刚才在换卡机器上面 不是签了名字了吗 怎么还要签协议呢 这位男工作人员就说了 原来啊 老卡里面的理财产品啊 要换了新卡 那必须啊 重新签补充协议的 由于我工作的习惯 但凡我要签任何的字的时候 我都要提高警惕 一定要耐心把这张协议看完 真的是不看不知道啊 一看让你吓一跳 因为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代理个人理财产品申请书 简单的来说 只要我老父亲拿在上面签了名字 那他卡上原来的16万理财产品 就由他们全权代理操作了 当时我就对这位男工作人员说 这太不像话了吧 我老父亲只是办了一张银行卡 你们就让他签这个 个人理财产品申请书 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交给你们全权代理呢 这是不是欺骗的行为吗 这个男工作人员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他看我态度非常的强硬 所以啊 立马就说这是自愿的行为 你可以委托也可以不委托的 说到这儿 我就想问问屏幕前的老铁们 这是不是套路 大家认为这是不是欺骗呢 幸好我是陪我老父亲去的 如果我老父亲自己去 或者是一些不认识字的老人家 那老人家又没有仔细看 就把名字签了 这不是直接等于交给你们代理了吗 重点是他没有跟老人任何的解释 只要老人家签字 所以老铁们一定要看清楚啊 这里是委托代理申请书在这里啊 我提醒大家 在我们办理任何的手续前 需要签字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一定要防 一定要有防范的意识 只要你随便的签了字的时候 你的财产可能就不属于你了 但凡你马虎一点点 那你就被套路了 你就会给自己造成经济的损失 希望大家把这段视频那收藏 并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提高警惕 不要上当受骗 屏幕前的老铁们 我想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套路吗 如果有的话 请大请大家打在评论区 我们大家一起了解这些套路 并且大家在上当 我会在评论区等着大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 我们下个视频见